好,我们开始下一个问题 嗯,就是我很好奇 就是在这个风水领域当中 您是属于哪个派的 比如说如果是我们要修行 要跟随某个师傅老师 我们都有说这个盟派 你是这个盟派那个盟派的 那在风水领域当中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风味 以及盟派 或者是说您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嗯,OK 风水呢,是有很多流派的 嗯,是有的 对,很有流派的 但是主要的 就是说历史传承很久 大爷用的非常 就是得心应手的 基本上就两个 嗯,一个是八宅派 八宅派,八宅派 一个是玄空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两大派 对,但是呢 有时候你用的时候 要把俩揉在一起 嗯 你知道吧 就像现在很多医生一样 哎,我虽然是 庄科是这个 但是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 我可以把它揉在一起 你像很多人看病 中西医结合在一起 嗯 他会更清楚地把这个病人的 这个病理的源头 怎么治 他用从不同的角度 我不仅从这个角度 看看你的病 还要从不同的角度 再看看这个病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可能你从这个地方看 哦,它是这个病 你要换一个角度看 那或许他这个病 又有不同的侧面呢 嗯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基本上呢 嗯 常见的都是 用八宅 玄空 给它结合在一起 嗯 八宅呢 就像一个根基一样 一定要扎稳 嗯 因为呢 八宅派呢 基本上是根据你的生日 哦 它是根据你的生日 它有个计算公式 计算出来 嗯 你是什么样的命格 嗯 然后你什么样的命格呢 在八卦里边 就八色披萨里边 嗯 你在哪一事里边 是好运 在哪一事里边 这个运不怎么好 嗯 它可以计算出来的 计算 对 这是八宅派 它是个根基 然后呢 你要想在这根基上 好上加好的话呢 嗯 就用那个玄空 玄空 玄空它快 嗯 因为呢 它二十年是一个大运 同时每一年 它还有一个 嗯 甚至还有刘悦有一个 对 你就这么转 嗯 这样转得很快 你就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一个根基的 我抓住了 然后这二十年 我再抓住 流年的极星 我再抓着 嗯 我光抓好的 嗯 你想想 你在这里一个 一个空间里边 生活 学习 工作 那不就是 好上加好了 嗯 对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现在我都是用 那个八杆 和玄空 两个派结合起来 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是相当于 两大门派 你都有 就是设计 对 对 都有学习 都有学习 并且把它给 结合在一起 结合起来 嗯 很好 这样很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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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